好幾個英文字母塗鴉大大的畫在台中捷運車廂外側 兩截車廂都被畫上五顏六色的噴漆 但這不是車廂彩繪 而是有人故意搞破壞 二十四號晚間八點多 兩名男子沿著鐵軌進入到停放捷運備用車的位置 在車廂外頭用噴漆作畫 不到十五分鐘就離開現場 終結發現後氣的報警 但噴漆怪客塗鴉列車這不是第一起 十三號台鐵樹林積屋段就遭人入侵 一MU三千列車被噴漆 二十四號終結也遭殃 才過一天高結也傳出一樣狀況 兩週內就發生四起 而且還都是噴上英文字母 塗鴉圈這大概分的派系 可以總歸成非法塗鴉跟合法塗鴉 大概九十百分以上 寫的都會是自己的名字 或是自己想的一個暱稱 像這個車子被噴著 那就很有可能是我上面講的很多 非法塗鴉的一些 某一些案例可能跟他很接近 塗鴉客鎖定大眾運輸列車犯案案件 接二連三 依照台鐵規定闖入管制區 涉犯鐵路法 危害鐵路機構設施 恐面臨一到七年有期徒刑 塗鴉部分最高可罰七千五百元 捷運則是萬元以上 百萬元以下的巨額罰還 嫌犯透過塗鴉展現自我 卻挑錯地點 警方擴大追查 要找出這些人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